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做一个脆米黑雕牛柳吧 这可是硬菜 我们拭目以待 这样张照辉张师傅 有请 蓝队香煎牛柳的主要原料有 牛里鸡 柠檬 小番茄 樱桃萝卜和简单调料 五 四 三 二 一 助力成功 好 现在是把这个牛肉放个胡椒 黑胡椒 盐 盐一下 这转让它入味 对 好 现在 现在煎锅里煎了 这个很明快 我觉得 这个是不是煎牛排 对 有点像煎牛排 咱们得问问小冬 你想吃几成熟 我这个一般带点血丝好 那咱这五成熟吧 今天 好 我得问一下这个李老师 就是牛身上除了鲤鸡肉好吃 还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嫩一点的 你像这个眼肉 眼肉是哪 像这个外脊都可以 眼肉是在哪 眼肉是在上脑 上脑 对 好 这已经有一面成虎硕色了 好 现在它再对一个汁 鱼露 加一些红醋 现在是在切小番茄片 做一种装饰 切红柿 好 好 现在这个牛柳还在锅里 煎饰 煎饰 你翻一下快糊了 好 好 看来这张师傅心里还是有谱 有底 是吧 好 一般的这么大火 在这边煎着 那边还干着别的 不容易 好 现在火关小了 五成熟 吃起来口感 对口感好 最好 好 嗯 好 40秒 好 好 要蘸蘸油 稀稀油 蘸蘸油 这牛肉跟鲍鱼似的 你 嗯 然后呢 我给刀 抹刀 大抹刀片 抹刀片 好 还有时间 现在还有21秒 20秒 哇 真不错 好 很有锅气 这个感觉非常好 好 倒计吃 吃 9 8 7 6 5 4 13秒完成了 好 这味道非常的鲜 而且里边有种淡淡的柠檬的鲜味 洪队的选手叫努力了 調料 洪队脆米黑椒牛柳的主要原料有牛柳鸡 以及味精 盐 糖和生粉等调料 5 4 3 2 1 开始 掌声鼓励 洪队的脆米黑椒牛柳也要上演了 看看王小冬师傅的动作可真是快 好 现在是 好 将牛肉迅速地切成块 这个动作非常鲜熟 你看刀工非常到位 没错 切成大力 好 接着放入调味料入味 盐料酒 进行盐 抓上它上位 抓匀 好 点火了 铁铅穿成串是吧 要烤是吧 好 王小冬师傅边坐边收拾到台 真是稳中待细 这边锅点着了 锅点着了 烧热 油也放里了 好 好 试试油温 好 试试油温 好 试了 大约三四成热 下入油锅 要在油锅里煎炸 让它成熟 这个入底味很关键 尤其牛肉 它牛肉块比较大 所以呢 先烟烟味 烟烟味 然后之后呢 让油锅给它成熟 这个在我们烹调里头呢 叫做一个什么 叫初步成熟法 先让它有一个断生啊 或者接近成熟啊 达到这个目的 为了它下一步的更好的入味 好 现在基本成熟了 倒入肉勺控油 好 锅回火上 放入用黑胡椒 还有这个黄油 还有青红椒粒 还有洋葱粒 没错 这几种味道炒起来非常香 非常香 我们现在闻出了啊 这味道非常泛出来了 很香 好像还有黄油的味道 对 有黄油 好 将划熟的 这个牛柳粒呢 放下去 调入盐味 翻炒均匀 好 好 这味道出来了 黑椒的味道 黄油的味 还有这个洋葱啊 红绿青椒的味道 混合起来了 30秒 29秒 好 好 时间还有 将炒好了的 不毒了 黑椒粒放上去了 这个非常漂亮 它这个脆米呢 是用蒸好的香米饭 拌入日本的螺旋枣 螺旋枣是绿色的 拌好了之后 用那个模具 做成这个圆柱体 是 这样的颜色 非常漂亮 好 提前发明好 好 肉香 还有这个胡椒的香味 特别里边还有一点淡淡的 黄油的香味 掌声鼓励 高辉 小冬 到底谁更好呢 这个我们的现场的专家 鉴定团 来尝一尝 高辉 真不容易 好 还有吗 吃的尤其的吸引 专家鉴定团给王小冬吃 打算一二三四 五 翻腾腾 本场的角逐 胜出的是 王小冬和张召慧 千万要是明天 准点了 锁定我们的频道 天天饮食 不见不散 再见